然后就说我们真的是不太会打桌球 因为被这个中国踢出来了这样子 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 是应该是被他们不太会讲中文 踢出来的吧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景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啊星期一我们聊了感恩的十件事 可是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我还以为你 你就是那个脑子炖到 就是你觉得今天是心意 不是啦 就是疫情期间就是 大家都是平安就好嘛 那我们就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上传了一集啊 其实还是生活当中 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小事情嘛 但是也是有很多很恼人的小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人啦 重点就是那一个人 我真的是被他牵动着 全身上下的毛 对 为什么我都不好好吃饭 为什么不好好睡觉 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讲话 我真的是脑子里面完全无法 全神灌注五分钟以上耶 对 可是真的也是要对你很抱歉 就是其实我没有故意要就是拍 你有 没有 没有 我没有锁我的房门 然后他要进来也可以 可是他真的就比较不会一直吵我 但是我今天早上有吼他一声 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没有看场合 就是在我很忙的时候 他还要我干嘛干嘛这样子 你有吼他 有啊我今天有吼他一声 是哦 对啊 哦 我就觉得那就是欠吼啊 超级欠的 对啊 我觉得你就不妨就是真的 每次他这样的话 你就大发雷听一次 我跟你讲 我都是怎么面对他的 我就是嗯嗯嗯 好吧 好嗯 哇 耶 你这样子就让他有机可蹭啊 你要对付他就像对白一样 快横准 我就是心里想说 我至少要给他一点回应 不然他真的蛮可怜的 因为他又没有什么老师同学 就是一个独生女嘛 对 然后我想说我不能就是 这样子就是都不搭理他 所以我也不能锁房门 我觉得这样他很可怜 对 我没有锁房门 所以我 他要进来OK 可是他不能打扰到我 他可以自己去 我抽屉玩一些东西 他 我只要稍微这样瞄一下 他没有玩什么危险的东西还可以 可是如果他一直跟我讲话 因为我的工作是要剪辑嘛 然后很很专心 那如果他弹钢琴的话 他如果开小小声那就算了 但如果他弹很大声 那我就会说 罗莉可以暂停了吗 你讲到他的名字了 没有啊 我说罗莉啊 对啊 我说你讲 难道我们跟他说的会是别人吗 还有谁 邻居吗 还是 我真的是还蛮想要养一条狗的 我真的觉得那至少还可以吸他一下 就是疗愈自己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气你知道吗 就一顿饭吃两个小时 然后我还要等他那个碗就洗好 然后就是经过的时候 还要一直要回应他 他就说妈妈 I love you 什么的 气死我了 好啦 抱怨完了 对 真的 我现在这个节目就是我的疗愈时间 好 那这礼拜我还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 比较轻松愉快的 的电影小品 对 那这部电影呢 是跟桌球有关的 我先问你一下 你会打桌球吗 不算很会 嗯哼 我是完全不会啦 就是可能国中的时候 有在体育课的时候摸他几下而已 嗯 对 那我想问你 你觉得桌球啊 如果要打得好的话 他应该就是什么能力要特别的卓越才行 我觉得应该是反应力吧 哦 因为其实他的肢体的 还有肢体协调 嗯哼 对 就是我 我其实我小时候有 有算是蛮常打桌球 是因为我们的 国小六年级的班导 嗯哼 他是桌球校队的带领的老师 哦 对 他算是体育很强的老师 嗯哼 所以我们体育课很常去打桌球 嗯哼 对 可是我桌球 我觉得有一个困难点就是在 发球的时候 嗯 因为发球的时候 就是很正确的发法 应该是要把球这样子 抛到很高 然后只要这样子 消球嘛 嗯哼 就是直接开始 你说发球的时候吗 对对对 哦 但是我真的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次这样子 我就一定会打歪 反正我没有掌握到诀窍 对 所以我 我通常发球我都是把 Viele 我都需要把球拿在 我的球排前面 嗯哼 就直接就是 不会丢高啦 我就轻轻的就是放一下 然后就开始打 你知道就是奥运的话 这样是觉得不行的吗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光是第一个 第一个动作 我就不会了 对 像雨球也是啊 雨球的话也是 雨球不能往上 就是反而是不能往上抛嘛 对 可是我就是比较会往上抛 对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都 没有一个人可以带领我们 就是好好的打这个球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不会 雨球跟桌球我都不会 对 我就是查了一下 桌球的发球 它的正确的发法就是 你假设你是用右手挥拍 然后左手拿球嘛 你要就是持平的 就是把球放在掌心上 然后往上一丢 然后丢的时候 那个高度至少要16公分以上 所以它到最高点的时候 往下掉你才可以挥拍 多难啊这个 对我觉得光这个动作 应该就要练个一年吧 对 因为会太久了 我们社区有桌球桌耶 然后呢 对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一个运动的话 其实这个运动反而是还蛮适合我们的 因为不用晒太阳 然后可以在室内完成 对 你曾经跟我讲过说 你不喜欢玩什么躲避球啊篮球 因为会觉得打到很痛是不是 对啊 觉得桌球比较不会 其实桌球打到也是会很痛 如果你跟一个超会 就是很快速杀球的 很狠的人的话 没有人要跟你打这种球啦 他们都去跟别的高手比了好不好 应该就是连接到第一颗球的 他们连接到第一颗球的无法 因为我第一颗球就会发石 他就是不停的发球给你啊 然后就会一直闪来闪去的 独避球 你有看过阿甘正传吗 阿甘啦 阿甘 阿甘 正传 阿甘很像是一个什么台语 对 有啊 他超厉害的 你说阿甘正传的阿甘很会打桌球 他很厉害 他就一直跟那个机器打 就是超快 好像是 因为我只记得他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我忘记他还有其他的专项 有有他那个真的是很强 到了国手的境界这样子 太强了啦 我真的觉得打桌球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部片叫做 乒乓少女大逆袭 对 好 乒乓少女就是我们的国民老婆 欣元姐一 最近刚结婚 你会不会觉得他这样结婚啊 新野元必须死 还好啊 因为我不会特别 其实我喜欢任何偶像 我都没有到就是会觉得 他结婚我会很难过的 从来都没有 你都没有这样子的崇拜过是不是 我没有这样子的真相 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有一点 为什么那些男生们都这么的崩溃 我真的是不太懂啦 对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学生哦 就是 最近我出了一个作业 给我一个班的学生 我说 今天大家来就是这篇文章里面 找五个单字 然后写成作业给我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那一天我分享的作业 就是刚好就是 新元节一那天结婚 应该说 那一天刚好就是新元节一 发表他的婚讯的日子 然后我就说 今天邀请大家来看这篇文章 就是一个新闻稿 是关于一个全球的恶耗 这样子 然后我就有一个学生 他就说 今天太难过了 我先pass 我不要交着作业 男生吗 男的男的 他有女朋友 还在同个班呢 干嘛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哇真的是会有人 想偷懒而已 对 可是就真的会有人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一个隐形 然后觉得当他 就是有男女朋友 或者是结婚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崩溃嘛 可是像你就不会对不对 对啊 我自己也觉得还好 就是假设我的金城武 谁你的啦 结婚的话 我也是祝福他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就算 新元节一结婚了 难道他就不是 大家的老婆了吗 还是可以吗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所以 很无聊 可是都没有任何女性 很难过 就是新演员 结婚 都没有吗 因为 真的耶 他应该也蛮受 女性粉丝喜欢的 可是他好像不是那一种 类型的 就是那种 金城武类型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股 很亲民的魅力 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才华 对 是真的 对啊 反正我就祝福他们啦 然后我就想说 搭上这个热潮 再加上我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部 还蛮轻松的一部电影 所以我想说 那就来分享这部 乒乓少女大逆袭 对 我先自首 就是这部片 我没有再重看一次 可是在 好像一年 还两年前 有跟你一起看过 对 对 所以你就今天就 听我分享一下 对 对 那这部片呢 老实说 我觉得故事深度不足 嗯 他的人物刻画 也是蛮浅的 对 有一些角色 或是有些情节 我甚至觉得 他可以剪掉不用 但是 我真的觉得 有很高的可看心 就是那些比赛 哦 真的 就是男女主角 就是英泰 跟星元杰英嘛 他们应该是 完全不会打桌球 可是呢 为了这部片 他们去 呃 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去模仿一些 呃 日本的 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奥运选手 他们实际上打球的样子 嗯 真的是非常的逼真 我觉得很棒 对 对 他完全没有 前